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入水平航向对目标进行轰炸 几分钟后多批机次对目标进行T次打击 在我国海空军的装备序列中 歼红7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 作为一款本质上属于二代机范畴的机型 歼红7在歼7歼8已经老去的时刻 却依然活跃在海空军的舞台上 随着服役数量的增多 歼红7A也凭借自身的性能优势频繁出现在沙漠 草原 山地 海洋等各种环境的训练中 甚至在出国军演的队伍中也有歼红7A的身影 歼红7A是我军目前唯一一种专职承担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对地对海纵身目标进行打击的战斗轰炸机 稀缺程度堪比大熊猫 并且在经过持续升级后 歼红7家族的先进程度已经足以胜任现代化战场 尤其是和渡海作战对摊头及纵身进行洗礼 感谢观看